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张安达的这一杆解球 与红球擦肩而过,并没有解到 好像也并没有给周金豪留下一个进攻的机会 所以说选择继续来让张安达来进行解球 这场比赛也是正在直播的2024年的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首轮的对决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直接与罗尼奥沙利文在第二轮中对战 看一下第二杆的解球 应该还是没有能够解到 这杆还不如上一杆 直接再次被罚4分 现在同一时间段正在比赛的选手呢 还有这个庞俊旭和加利维尔旭 包括今天下午还有斯嘉辉对阵汤姆福德的这个对决 现在是第三杆的解球 目前张安达已经被罚了8分 这杆成功解到 并且呢也是没有漏球 这次上海大师赛的冠军 没有想到还有机会进攻啊 今天周金豪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次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奖金是21万英镑 亚军呢是10.5万英镑 只要打入半决赛就会有7万英镑的这个奖金 拼了一杆长台没有能够打进 在明天的这个第二轮对决中 迪纽辉和奥莎利文呢都将上场 来看一下这杆红球 只要能够参加这场比赛呢 保底呢会有一个1万英镑的奖金 今天张安达的就这个状态还是不太好啊 红球打进之后 彩球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听到 现在继续将白球打到上方 这杆质量还是非常的高啊 坐上了一杆斯诺克 放到了咖啡球的后方 周金豪呢也是成功解到啊 看一下张安达的这杆红球中带 成功打进 这个白球呢贴在这个靠近边库的这个位置啊 对于下一杆彩球的衔接呢是不太好进攻 好球 6 这杆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好像是又坐上了一杆斯诺克 来看一下周金豪的这杆 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来到了5比1啊 周金豪手握赛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是贴球的一个状态 张亚达这杆选择继续往黑球下方来藏 角度稍微偏差了一点 周金豪是08年的小将 现在是16岁 直接摔袋 留下了一个袋口球 给到张亚达 没有问题 在前几局的这个比赛中呢 周金豪也是直接干到了张亚达的一个3比0的比分啊 之后张亚达也是扳回一局 确实没有想到会来到5比1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分 嗯 这杆白球的落点 也还好啊 红球左侧底带的进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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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打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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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按转防守了,选择来打黄球 并没有放到咖啡球的后方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分为两个阶段